神州电脑董事长为联想发文 复巢之下 其有婉婉 凤凰网科技讯11月30日早间消息 针对司马南质疑联想的视频 在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 深圳市神州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海君微博发文称 我帮联想说几句 如果把联想搞倒 复巢之下 其有婉婉 其他国产电脑品牌将更加艰难 吴海君还在文中强调 过去十年 与联想任何人都未有任何联系 更没有中间人找过他 上述文字纯属个人观点 在电脑行业联想第一 第二第三均为美国品牌惠普和戴尔 在今天中美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 打压联想 得力最大的一定是美国品牌惠普戴尔 但这种亲者痛愁者快的是 是不是有些人也有用心 在帮助美国企业赢得竞争 四 关于联想高管高薪酬的问题 我不认为是问题 对于一加年销售额4000多亿的国际化公司 高管薪酬10亿左右 仅占销售额的千分之2.5左右 大家研究一下其他上市公司 联想这个比例是不是很正常的 甚至是偏低的 另外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收入要开放包容 企业家毕竟是给社会创造财富的 但我要说的是 一个品牌没有母国消费者的支持 怎么能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 更多中国企业会像大唐盛世一样 使用大量的国际人才 相信到时国人就再也不会对联想 多用了几个外国高管而少见多怪了 毕竟大唐连带兵的将军 都有很多外国人 也没人担心国家安全